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学佛光是学佛的知识 就很难处理 修心要下功夫 单单学知识 这是一方面最重要是要理解 很多人一辈子学佛不能理解 所以学到后来就越学越语迟 所以人在社会上 很多人很难控制住自己 包括脾气 包括自己的身体 包括自己的命令 都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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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命运 就是自己做不了主 人不但在人间做不了主 更可悲的是以后过世 又不能做主自己的灵魂到哪里去 因为人死后灵魂离开肉身 你根本没办法控制自己 你根本没办法控制自己 一般的人灵魂离开肉体之后 就飘飘荡荡的 慢慢的进入一个时光随道 黑洞洞的 拼命地想寻找一个光明 然后当他看到一些亮光的时候 他也会看到很多他过世的人 这个时候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过世了 他还以为自己在做梦 还在人间 然后呢就会跟着学自己过世的亲人 他也不知道他们已经过世了 跟着他们一直在下面走 然后就是轮回 所以佛法界把这种朦胧 人的迷惑颠倒 一直从人间讲到你离开人间 所以人很可怜 因为我们在学佛当中 在三界当中学佛 首先要学会自主 不要懒着 就是受别人影响 人家怎么做 你也怎么做 人家说什么 人云我云 所以不能控制自己 不能知道自己在不在堕落 所以很多人别人吸毒他也吸毒 别人追逐名利他也追逐名利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这个名利对他来讲 会产生什么效果 他根本不知道这个名利是虚幻无常的 一切都是空的 所以肢体才会慢慢的堕落 我们记住了 学佛就是让大家能够自己给自己做主 不受外界的污染 别人贪争是万一 我们没有 别人去追求 我们不要 我们知道一切都是空的 这样你才会自主 你去看坚持学佛的人 他是自主的一个人 他不会堕落 记住了 会飞的鸟 才不会栽下来 我们仍要静静 不能现在不能倒退 一个人懒一间就会懒一年 懒一年就会懒一生 一个人学一点 就会学多点 学多点就会改变你的人生 人的一生残花一现 就像很多年轻的小伙子 很多年轻的女孩子 一转眼已经三十十岁 她们就像一朵花一样 开了就现 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何处为真 哪个事情可以永远带走的 小时候的理想 小时候的信念 跟同学的友谊 和老师的友谊 和父母亲兄弟姐妹的友谊 随着年龄的增长 随着在人间的斤斤计较 最后什么都得不到 所以要爱护众生 帮助别人 就像爱护自己一样 既然知道是空了 就要放下 既然知道这个事情 不是实在的 为什么要去把它 抓在手上 既然知道 今天这个事情会过的 为什么这么执着 于今天这个事情 我们人很可怜 因为我们 把假的都当成真的 想想我们 小时候跟人家争多少 跟父母亲争 跟兄弟姐妹争 所以单位里的领导 同事争 争到最后 现在你们有什么 你们告诉我 你们过去争到的 现在还能带来吗 一切都是虚幻 所以自己要精进修行 要静三叶 自己的三叶要特别干净 就是干净自己的身口意 所以一个人看人 你身上干净不干净 就是看你的行为 嘴巴干净不干净 这个人就有素质 你身上坐不定 站不定的 坐在一个地方不停地晃 眼睛不停地转 这种人没有大出息的 叫根本 稳不住自己 你看一个 大老板 大领导 或者一个 总经理的 他坐在那里 流流不动 所以这个叫修养 静三叶 就是头脑要干净 思维干净 行为干净 预言干净 很多人不开口 长得漂漂亮亮的 一开口 没人看得起 所以 先修菩提心 才有处理心 先要把自己的心 尽三叶干净 然后修菩提心 去帮助别人的心 去可怜别人的心 才有处理心 处理心是什么 就是人间一切无常 没有一样带在走的 所以我们要修 离开这个世界的心 不是叫你现在就离开 叫你要准备好 以后终有一天会离开 所以我现在什么都不要去 真不要去抢 所以 先修菩提心 才有处理心 要行实善 众善奉行了 诸恶莫作 所有的善全部要做 只要是善良的事情都要做 对别人好的事情都要做 所以 学佛人可以破除 众生自我执着的假象 你去看好了 不卖账的人嘴巴里硬了 实际上他心里都是虚的 所以你去跟这个人讲话 这个人说 我就这样了 我就这样去 他心里很虚的 这就讲到人生了 他说他这样这样 实际上心里虚的不得了 你去看在这个世界上 人都是以假象充实的这个社会 他越炫耀什么 说明他越没有什么 他炫耀自己很有钱 这个人没钱 他炫耀自己很漂亮 他不漂亮 他炫耀自己 我这个人肚子不饿的 你看最后吃的比谁更多 很多人说我无所谓的 我这个事情无所谓 他很有所谓 他越说的每一件事情无所谓 对这件事情 说明他有所谓的 他才会感觉到 自己要说无所谓 现在大家明白吗 希望你们 要破除执着的假象 破除假象什么 会看人的 很多人跟你说什么 你不要听他 假象 外面的人跟你说什么 你要当心的 你们被人家骗 就是没有看出他的假象 这个人就说 我真的不要赚钱 我钱有的是 不用赚钱 实际上他有骗子 他就是要骗你钱 哎呦我这个人不好色的 我什么都没有 我没关系的 这个人我告诉你 一定好色 人家没想到 他就想到 师父就教你们 学活就是要透过现象 看本质 现象是假的 所以解脱 所有的枷锁 自己内心的枷锁 所以众生 因为迷恋人间的一切 你看我们对人间的一切都迷恋了 这个也放不下 那个马也放不下 吃不到葡萄酥 说葡萄酸的 买不到房子 说这种房子不好的 娶不到这个女人 说这个烂女人 精神不能萎靡不正 一个人精神最重要 钱可以没有 但是精神不能没有 任何一个人 心里都会生出种种乱象 心生种种乱象 就是想不通了 为什么 你们记住 小时候我们从小就说 这是为什么 很多小孩子从小就问 十八个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 我告诉你 这就是现象的种种神出 因为你看到别人了 你有对比了 因为你看见别人有了 你看到自己没有了 但是你自己有了 你从来不会看见别人没有了 这就是人生 当菩萨叫你看到别人 有没有的时候 你才是真正的菩萨 所以精神萎靡不正 就会心生出种种乱象 种种乱象 就是不开心啊 很多女人本来跟老公 生活过得很好 结果几个女人天天讲 她的老公好 她的老公怎么对她体贴 她回去就看老公不顺眼了 就觉得老公不好了 心生出来的种种乱象 每天就我知产生了 我认为 我知是什么 你认为 你觉得 你认为 你认为 你个人的认为 并不代表这个事实的真相 你执着 某一件事情 并不代表这件事情 就是对的 你们试想一下 你们从小长到大 你们认为多少事情是对的 我有个徒弟说 哎呀这个事情解决了 我保证放下来 我只要跟孩子这样 都好了就好了 哎呀我只要等到 什么谁谁谁 我的母亲 百年之后 哎呀我也心定了 没有听过 这件事情解决了 她又 寄刮另外一件事情 她心中永远有挂爱 她拥有什么 她因为我知产生 所以她又有自我 所以要学习无我 无我就是只想别人 不想自己 做人要为别人想 少为自己想 学佛 学菩萨就是 菩萨是无我的精神 永远想到要帮助别人 你这个人才能成功 你才能转菩提心 你们知道什么叫菩提心吗 不单单是慈悲 而且非常非常的 智慧 你们在世界上 每件事情都拥有智慧来做 你们就不会后悔 很多人一辈子 做很多事情 都是后悔的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 自己在做什么 所以做出来之后 果报来了 他才后悔 只是希望大家 要用无我的精神 可以进入无声 因为你没有自己了 你就不会生出烦恼 我经常跟你们举个例子 在单位里 人家在骂 谁这么下流啊 把办公室弄成这样 十个职员在里边 十个客员在里边 谁这么下流啊 那个人在骂 这种人啊 不要脸大 打打打打打打在骂 你如果误我 不是你弄的 你误我吗 不是你的 你不会生气的 这个人是他弄的 但是他假装 不是他的 你说他会不会生气 一定会的 到最后会跳出来 弄了又怎么样 生出烦恼 你们没弄过啊 就我一天搞张了 你们没有搞张过啊 他因为有我像 他执着了 他跳出来 所以师父跟你们说 无生就可以进入悟性 所以没有生出烦恼 心 没有生出人间的贪心 恨心 愚慈心 你就慢慢进入悟性 开悟了 你看 在这个社会上 不跟人真的人 都是开悟的人 你去看好了 你在排队的时候 有人插队了 总有两三个人跳出来 哎 这个人插队 他马上气得不得了 你凭什么插队啊 这几个人都是没修的 你说有修行的人 站在后面 你插就插了 插队你就插队 找一个人 晚一个人 有什么关系啊 他经济不高 他自己 总有一天 被人家 这样 这么挤队人 这么动小脑筋 你自己只要守规矩 就好了 很多女人一看 我老公现在在外面 花田酒地的 我也找男人 去家就破了 你的境界 是你靠你自己来保持的 他的境界不好 他自己的业自己背 你去给他争什么 抢什么 所以悟性 有悟性的人 不跟别人争的人 就是正信佛法 你们看 师父给人家争不来 你看 心灵网门 师父叫你们 不要去给人家争 好好地自修 学佛念经 修心就可以了 放生 不要去给人家争 你一直不争 一直是平和的 人家就了解你了 今天人家斗 你还要学佛啊 谢谢大家